吴尼朗 咪咪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带您来看到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6号的下午是来到了花莲 参加花莲县党部授旗逝世大会 那么主席蔡英文亲自授旗给Gulas 为荣耀花莲队逝世 那么民进党花莲县长参选人Gulas强调 花莲县在夫妻党的主政下已经被隔离了13年 那么这次再连任就是13加4 花莲人必须要改变家族政治这样不健康的政治氛围 选举气氛是日渐升高 升见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9月6号下午来到花莲 参加花莲县党部授旗逝世大会 而民进党这次五合一参选人员都到齐 主席蔡英文亲自授旗给Gulas 为荣耀花莲队逝世展现团结 蔡英文在致辞时表示 花莲县长选举市场辛苦选战 但是艰困不代表不能赢 民进党要打破这里的家族政治 选择Gulas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选战到现在只剩下倒数82天 我们要用最好的政策来说服花莲人 用最好的中央政策的政绩 来支持我们乡亲的支持 我们所有的候选人和党公子在这里 党主席要拜托你们 我们要全力充斥 把我们的理念 还有我们对花莲人的愿景 一遍又一遍的讲给花莲人的朋友听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们要不要解放花莲 要不要解放花莲 我们有没有信心 我们要打破这里的家族政治 我们把花莲自立好 让我们花莲人觉得很光荣 大家说好不好 民进党花莲现场参选人 Gulas则强调 花莲现在夫妻党的主攻下 已经被隔离13年 花莲人必须改变家族政治 这样不健康的氛围 我们的理想还在 这一把火叫做民主 花莲要花莲人自己做主 这一把火也叫自由 我们在花莲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要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要可以讲 我今年想投谁的自由 我今年 如果有一天跟Gulas一起照相 合照被人家po在脸书上 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徐县长还有副县长 已经联合重复 换位子做了13年 现在他们还要再做4年 13加4 花莲人被隔离太久 我们不要13加4 花莲人要隔离 虽然挑战现任县长徐真伟有如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吴拉斯强调他就是女版汤姆克鲁斯 最终将会成功 蔡英文也期许他跟荣耀花莲队的所有候选人们 能够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开创新的花莲 记者刘明胜 欢迎订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